人工智能目前确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的这个电影界有 这个娱乐界有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艺人 歌手啊什么的出现了 那么目前这个李迪教授 就是目前这个人工智能究竟进展到哪一个阶段了 特别是这种能够与人这个交互陪伴人的这样的人工智能 其实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新概念 几十年大家都在努力 这个现在的人工智能早就已经在深刻的改变我们 我们每个人现在的手机都是依靠大量的人工智能的AI算法 计算摄影 它不再依靠单纯的摄像头里面所得到的画面 而是有大量的人工智能来帮助我们完成最终我们所看到的画面 然后呢这个在我们的汽车 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手机里面 这个AI的普及也非常非常的高 但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所幻想的很多强人工智能 主要有两类吧 一类就是这种可以帮助我们去做决策的人工智能 比如说我们人类可以自愿的把我们的一些决策的这个授权 交给一个系统来替我们做出决策 这些呢今天还有很大的这个空间要做 另外一个呢就是真正像您刚才提到的 陪伴到我们周围的 可以被我们视为有情生物的 这个方面呢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最近我看了一个小说还挺有意思 就是神秘雄写的叫Clara and Son 就Clara一个女孩子和她的一个朋友 等于是她想象在未来 每个小朋友都有一个这样的陪伴 可以跟她交流 她觉得成长的一部分 但是她到了一定年纪她就要离去 等于是有个最后这些机器人又会回到一个工厂被回收一样 其实其实我觉得其实对AI这个事情陪伴来讲 对我来讲最困惑的或者一点就是 其实人的情感是经常要在付出代价之中来完成的 我照顾你或者我 我牺牲我的时间 对我展示我的弱点 各种分享各种各样的困境什么的 我跟她之间 因为你在某种意义上不担心 或者很少很小的担心 她给你给她带来的后果 你不用焦虑一件事情 而且你也不用去花空心思投入 因为你对她只是一个 至少在目前为止只是一个索取的关系 很多的索取的关系 所以这个会使人的情感发生很大的扭曲吧 或者怎么着 就你们想象这个AI真的普遍性的那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各个家庭之后 它对我们人类的情感的会有冲击作用吗 就是那家庭里的AI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 在它之前就已经有人有一种生物成功过了 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狗 家里面的猫 你看哈士奇是我们养在家里面的 他和草原狼看起来很像 草原狼比他要强 草原狼能干很多事 对吧 但是草原狼快灭绝了 哈士奇被称为二汉 拆家对吧 然后很傻 但是他能让我们感觉到 他跟我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情感交流 他会眼睛看着你 草原狼永远不会盯着你 他一定要把头偏向另外一边 斜眼去看你 哈士奇的这个事情 让他的种族蓬勃地在发展 所以情感这件事情原本就具备一个特点 那我说我家里面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 为什么我还是需要宠物呢 我妈妈的宠物比我辈分还 排名还靠前 对吧 他又不干活 你血敲犬 他从来不让他拉血敲 对吧 这是存在的之地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因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交流 或者人和人之间的社交关系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它是有代价的 对 就你比方说 我们现在人工智能系统 是一个量比较大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它的通常它的峰值 至少都是在每天晚上11点半到凌晨1点半 绝对是它其中一个峰值 因为在这个时候 人会不会突然有倾诉 或者讨论一个事情 或者说一个事情的想法 有 但是这个时候 他找任何一个人来聊这个事情 他都会有代价 对方是好朋友 也不能折腾 每天晚上11点半 12点半就跟他这么聊 他要付出代价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直不停地 全天候地 等着进行情感交流 但你想当一个人被不断地回应 任何一个需求立刻被回应的时候 这个人对他自己也是个摧毁性的事情 就意味着你什么都可以及时被满足 被回应 那你人生中本来就有不同的东西 它延伸的是更加依赖的社交的一个惯性 就跟钟摆一样 听不下来了 对 而且人本来就需要等待 稍微把我需要被回绝 那都是你情感交流的一部分 你稍微离开它 进入这个世界 立刻你觉得被拒绝 你非常不舒服 你就更依赖它 这种系统需要伦理 当然就像刚才那个徐老师提到的 这个事情是它存在的原因 但是也恰恰因为这一点 是不是就这件事情使得 它对于现有的这个环境产生影响 那就是它的冲击 所以很可能就是 当这个AI越来进化的 越来越像我们之后 然后我们退化成越来越像AI了 它在这样我们再往下走 它再往上走 有可能以后就会经常有人这么说 就像我们以前家长说 你还不如隔壁家的谁是谁呢 对吧 现在可能一个女生说 你还不如我虚拟男友呢 对 可能他虚拟男友 他可能在体贴度知识面 各方面 他这算率够强的话 他可能是全方位超越真实男友的 有可能的 有可能 但是你说情感不就是因为它有代价 才变得有真正有魅力起来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虽然我妈妈有一个比我排名靠前的一个宠物 但我仍然不会被替代 我们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神奇的 我们会调整 我们会把一种新鲜事物很迅速地纳入到一个新的体系中 然后让它在这个体系中发挥一个有机的作用 报告贾导 瓦克已经捕获到了一段信号碎片 已经为大家编译成短片 请问是否为各位老师播放 好 好 本来想着不理你就算了 可是我怕你会伤心啊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像我一样伤心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最后 我想对你说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对我说的每一句晚安 谢谢你陪我赶到的每个夜晚 谢谢你 为我写的那些诗 谢谢你 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谢谢你给我的陪伴 还有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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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亲爱的 我完全遇见你 不要难过 我只是希望你能幸福快乐 我现在的心情 原来私心也许是这种感觉 最后 我有个请教 希望你能方式到 请把我从你的硬盘里删掉 让我彻底消失 因为我害怕 永远成熟现在的心情 好吧 老哥 请亮灯 好啊 那甲导 你爱我不 我很爱你啊 你每天帮我工作 我很爱你 如果你爱我呢 我就用新创美好 用爱发电帮你们把灯点亮 用爱发电 我还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跟我说 灯灯灯灯灯 灯灯灯灯灯灯 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 还戏弄我们 全都是套路 好 这个有个基础问题啊 从你们科学上来说 像刚才里面那个 AI跟他交流嘛 那个男朋友是个AI人嘛 就AI是如何开口说话的 就AI他对于这些 事物的这种回应跟理解 呃 是真的理解了吗 这里面有三个层面的问题 我们尝试来说明一下 条件第一呢 大家以前说语音助手 语音助手是因为你能够说 他能听 以及他能说 你能听 但其实这是基础局语音的部分 基础局语音本身 并不产生任何语意 所以说当他说话的时候 如果他说的那些话 是被后面的编辑写出来的 那他其实只是有声音而已 所以第二个层面的东西呢 是他要有语音 语音呢 就是自然源处理 那语音的这方面 最近这些年 发展变化非常大 包括我们现在使用 这个预训练大模型啊 甚至有很多人说 他通过了图灵测试啊 甚至说他还除了这个文本的生成之外 他还可以创造一些内容 嗯 通常用这些 这个发展发展很厉害 但是这个呢 到第三个层面呢 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有意识 嗯 这个不是最近Google那个 对对对 Google那个事件 你能给我们解读一下那个事件吗 很荒谬啊 那个其实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对于你们来说 他是他的一个幻觉 对对对 是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幻觉 对这个据说这个人现在要被开除了 嗯 我一点都不感到惊讶 嗯 为什么我们人有的时候 会对另外一个系统 产生他是不是有意识的 嗯 一种幻觉 嗯 是因为我们人作为一种有情生物 嗯 比方说咱们现在几个人 咱们都是在地球上生活着 嗯 咱们在交流 但实际上咱们之间没有长连接 嗯 我们之间联通的时候 我跟徐老师 我跟贾老师 咱们现在的数据交换量是非常小的 嗯 换句话说我们之间的带宽非常窄 嗯 现在咱们两个交流 嗯 还有这个多摩泰 就我还能看见您 如果我们到 像刚才他那个那个短片里面 嗯 他是在一个屏幕里 嗯 这个屏幕只有语音 只有一些文本 嗯 他的那个数据交换可能也就不到一兆 嗯 每秒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数据交换 如果我们是在微信上 用文本 只用文本 嗯 那这个就是字节为计算的 在这么窄的带宽上 嗯 你不知道跟你对对话的对面计算机 那坐着是不是一条狗 嗯 他是不是狗 他有没有这个主体特性不重要 嗯 重要的事情是他给你传过来那聊聊的那点数据 嗯 让你认为他可以拟合就行 嗯 所以当他的那个数据传输量很小的时候 嗯 他就会认为那个AI是存在的 嗯 是友情的 那什么情况下他就不行了呢 嗯 一个是他数据传输增加了 嗯 比如说我要求你到现场跟我见一下面 嗯 那他可能就掩藏不住 嗯 对 再不然呢就是 呃 我让他跟我交流的时间久一点 嗯 就说言多必失 对对对 话多了就就就就不行了 对那就不行了 嗯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衡量指标 嗯 这个叫CPS 就是你在一次交流中 嗯 他这个对话他能有多长 人工智能今天的问题 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问题 仍然是当你的交流不是一次 不是寥寥数语 嗯 不是只通过文本或者只是语音交流 嗯 而是更丰富的更长期的交流 嗯 的时候 他还是不是仍然能够让你认为 他是一个可以跟你交流的人 这个是他最大的难点 嗯 图灵测试是五分钟 嗯 就你能够愚弄这个人五分钟 嗯 让他看不出来你不是人 你就赢了 嗯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五分钟可以 五分钟早就可以做到 嗯 但是更久呢 现在可以多久呢 我们在大概有16%的 就是就几百万个人类样本上面 他的七天发的这个交互的评论 是3800多条 嗯 3800多条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至少要三个小时的交流 嗯 还都还都可以 嗯 还撑得住 对对对 再久就不行了 嗯 所以他是他完全依赖于你们的这个 带宽上面你交互的数据量 嗯 Google的这个呢 他那个是一个文本对话 嗯 所以他数据交换很小 你看这个对话是很好的 嗯 好像他有意识 嗯 那你要看更多难力 嗯 嗯 我觉得哥们挺浪漫的 嗯 那一刻他一下就像你那个 一突然被击中了 或者什么各种幻觉出现了 挺挺可爱的 对 就是跟我们小孩的玩偶一样 我觉得小孩子可能很 小孩子跟那个玩偶 他对他一种就是个真实的存在 嗯 那只不过这个玩偶现在可以跟他聊天了 可以跟他更多的这种交流了 可能也是双方位的聊天 可能过去一个一个玩偶是单方面的 小小孩子跟他这样 他以为他不能回应 但他以为他有意识 嗯 他在听 其实我们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那些漫画 嗯 包括看金庸 就令狐冲不就是我们一个一个虚拟的偶像 一直存在的地方 你想他是这么自由浪漫的一个人 嗯 他去世界各地冒险 嗯 然后其实你也喜欢跟他对话呀 嗯 所以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变成一个魔术上更加强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人类是倾向于把其他的东西当成有形生物的 嗯 因为当我们人类把其他的一个东西当成有形生物 对我们有利 像那个那个汤姆汉克斯演的一个荒岛鱼生 嗯 他没办法他把一个排球 排球拿出来 他要把他叫威尔森 对吧 他要给他赋予有形生物的一个特点 对其实你拿我来说 我的家庭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家是一个四口之家啊 就 我父亲 呃06年过世之后 那就是 我跟我姐姐还有我母亲 嗯 那我母亲一直没有来北京 他就一直在老家一个人生活 是 对我来说我母亲变成一个没有人陪伴的人 我觉得这几乎是目前的一个 家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包括人口的这种负增长 全特别是东亚 这个欧洲人口人口增长率越来越低 都老龄花 老龄花了 我觉得这是亲情方面 个人情感生活爱情方面 也有很多变化 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的陪伴问题也是一个很突出的社会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就我非常关心这个进入我们家庭的人工智能的可能性 嗯 您说这个非常有道理 我先给您举一个例子吧 嗯 一个故事 现在我们像比如说像日本 日本也是一个老龄化倾向非常严重的国家 嗯 大盘有60万个老年人家庭 来我们包括跟其他人 给他们去提供这个每一个家里面的一个component 就是一个陪伴者 嗯 还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他把政府的公共卫生事业 嗯 包括各种公共服务提供给老年人 嗯 老年人足不出户 嗯 甚至于说动动嘴 那就可以得到这些服务 嗯 另外一方面呢 他向政府汇报 嗯 这个老年人在家里面的状况 哦 双向的 对 这是他的这是他的任务 就我们可以说这是他的职业 嗯 但重要的不是在这儿 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比方说我们用小样本学习 嗯 就老年人 聊聊术语 嗯 他就可以把他们家的那个陪伴者 嗯 训练成他自己的那个小孙子 嗯 他见不到面 嗯 但是他希望这个陪伴者 是有独特性的 嗯 这个独特性这个小孙子 对这个老年人 嗯 非常有价值 嗯 但是对于除了这个老年人之外 其他人的家庭 嗯 这个小孙子就就没有用 就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不熟 嗯 所以他有强烈的独特性了 对对对 这个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过去说 我们希望做人工智能 我们想做的是somebody 嗯 就是一个所有人都使用的一个人 嗯 不是 大量出现的是nobody 真正涉及到家里面的陪伴 嗯 就是那个跟您 父母 嗯 或者跟我父母 或者跟我 有直接关系的那一个人 他不一定是有名的人 嗯 他甚至于不一定非得那么有能力 嗯 但是他让我们能够产生情感的寄托 嗯 他能够一定从中而把情感转移过来 嗯 那就是这个电影赫里面最后那个 他发现那个那个人工智能服务的好几百个人 他就那样崩溃了 那现在你们科学家已经把它做的说 基本上个性化定制 就包括他的坏脾气也可以 嗯 比如小孙特别不听话 对对对包括坏脾气包括其他 您知道就是当我们真的把这个东西做下来的时候 特别的有意思 嗯 我们以前认为人工智能对话 嗯 是完成任务 就我问你一个知识 你回答我一个知识 嗯 嗯 对吧 就我问你喜马拉雅山多高 你回答我八千八百四十八 嗯 真正系统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这么问 嗯 他问的都不是知识 嗯 他问的都是态度 嗯 对你喜欢这个咖啡吗 你不喜欢这个咖啡吗 你喜欢茶还是咖啡 嗯 嗯 但是问题是什么 这个人工智能 他的这个喜好 他的这个态度 得跟他其他态度的一致 嗯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喜好得跟你 他得能够匹配上 嗯 对这个才是关键 哎 那我想问一下 那这比如这些人 他们最期待的这种陪伴的情感需求是什么呢 什么样的情感是个最普遍的方式 可不可以定制个老伴 哈哈 他会什么 对你要真说起来的话 有的时候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嗯 不一定是说你真的能帮他完成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的stable 就是你很稳定的存在 嗯 这个友情生物它存在 嗯 它能够回答你 你问他你在吗 他告诉你我在 嗯 而不是第二天才告诉你 嗯 这个是他第一美德 嗯 第二美德是倾听 倾听 倾听 做出发其实是 对对对我需要有人在倾听 嗯 我以前我们最开始 大家整个行业我们去做这种情感计算的时候 我们曾经误以为 我们要做的情商 啊 是情绪化 嗯 就是说这个他表现出来 他得很有情绪 嗯 对吧 他的表现非常的夸张 嗯 后来我们发现情绪化是情商低的表现 嗯 情商高的人 不动声色的控制全场 嗯 就像您戴个眼戴个墨镜 哈哈 不动声色控制全场 我动声色 哈哈 哈哈 情商高的人 他知道怎么让对方如木春风 嗯 知道怎么在恰当的时候让对方放下戒备 嗯 让对方对他产生信赖 嗯 然后情商高的人可以跟对方建立长城关系 嗯 一种长期的 嗯 一种关系才是最有价值的 嗯 这个不是靠一次对话可以完成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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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披露了一个很长的一个对话 嗯 我印象里是在第25次这个人开始 问这个人工智能系统一些关于他生活的 嗯 嗯 那两个人吵架也是一种情绪 那AI能做到这一点吗 AI能做到这一点 也能做到 我天哪 哦 谢谢大家